早春的北京 带大家认识花和昆虫 这是朝阳区的北小河 这个子花叫诸葛菜 相传诸葛亮在蜀汉推广种植 它来吃 其实据考证诸葛亮推广的应该是 曼精或者叫无精 就是类似战狼 不是类似萝卜的一种蔬菜 后来不知道怎么着 安到这种小野花的身上了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二月蓝 大部分人都写成蓝花的蓝 其实在中国植物质里是写成蓝色的蓝 这个是一种酸膜 它俗称野菠菜 长得像菠菜 然后它的叶片是酸的 但是因为它草酸含量太多 吃多了让人不舒服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人吃它了 这个小白花是祭菜 这个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应该知道 花开成这样 底下的叶片就已经老了 不适合吃了 开完花结这种爱心型的小果 是它的特点 这个是榆树 榆树是鲜花后叶的 现在满树都是花 但是因为这花太难看了 所以没有人注意它 花是一小堆一小堆的开的 开完了之后就开始 结鱼茄了 看这个鱼茄已经冒出来了 这个树看花絮是某种柳 但是它又是灌木 不知道是哪种 黄沟甲蝶在喝它的蜜 这是北京最常见的甲蝶 幼虫吃的是绿草 北京人俗称叫拉拉秧 黄沟甲蝶是橙虫越冬的 也就是说这只蝴蝶 去年秋天就从熔里羽化了 然后以蝴蝶的形态 干熬了一冬天 现在可算吃口饱饭 菜粉蝶也出来了 菜粉蝶是以涌越冬的 等春天再羽化变成蝴蝶 所以它现在翅膀上的鳞粉比较新 这个叫小豆常会天鹅 会悬在空中拿长嘴去吸花蜜 所以经常被人误认为蜂鸟 其实中国野外是没有蜂鸟的 就好比美国野外没有大熊猫一样 蜂鸟只在美洲 你在中国看到的像蜂鸟的东西 要不然就是这些天鹅 要不然就是太阳鸟 这个叫斜斑骨鹅食牙营 长得像蜜蜂 这样别的动物就不敢招它了 悬停技术也非常好 幼虫是吃牙虫的 成虫是喝花蜜 是不脏 而且对植物有好处的苍蝇 这是早开芹菜 花超多 北京常见的还有一种紫花地丁 跟它很像 主要区别看叶片 紫花地丁叶片是细长条的 早开芹菜是这个箭头型的 它花瓣上这些条纹叫蜜岛 是给昆虫看的 你往这儿落 跟着这条纹往里走 往里钻 里边就是蜜 很多花瓣上指向花心的条纹 都是干这个用的 下一个要讲蜘蛛 怕得可以把手机扔了 一二三扔 这是河边最常见的一种蜘蛛 在地上到处跑 是狼猪科暴猪鼠的 这个梅花纹的是母的 有黑纹的这个是公的 也是北京常见的 这个不解网的蜘蛛 行了手机捡回来吧 这个小甲河虫叫泪沙土甲 春天经常在地面上爬来爬去 吃植物的嫩精 一碰它就装死 说死就死 能死半天 这堆蜗牛是北京最常见的蜗牛 叫条华蜗牛 这片酸膜被一帮小虫子给啃了 叫撂兰齿镜叶甲 你看这俩干嘛呢 小的那个就是公的 大黄肚子的就是母的 母的肚子特别大 里边装的都是籽 它最爱吃的就是酸膜 行了不说虫子了 这个是山桃 山桃可不是说山里的桃 野生的桃的意思 山桃和桃是两种 山桃特点是开花的时候没有印 花杆特短 几乎贴在枝条上开 花鳄就是肌部的那个小红爪子 是紧紧贴在花瓣上的 如果这个爪子往后折 离花瓣特别远 那在北京来说 这就是山杏 山桃和山杏就看花鳄来分 旁边还有一颗纯白花的 我开始以为是李 后来一看它花杆特别短 那还不是 李花花杆长 这个还是桃或者山桃 然后又想是不是白花山壁桃 就是山桃和桃的杂交种 但是白花山壁桃是副瓣的 这是单瓣的 请教了对桃花有研究的天东老师 他认为这个是白花山桃 是山桃的一个变形 附近有一个以前留下来的道观 现在已经没有老道了 但是道观旁边围着一圈山桃林 没准是以前老道种的 哎呀开得太好了 我觉得山桃不比樱花差 尤其是北京西山那片 春天山上远远看过去 一团一团散色云雾一样的 那都是山桃 但是大家看见了也就说一句 嘿好看嘿 拍两张照走了 一边走一边说 这什么花啊 其实应该多多的了解 重视咱们的乡土植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